中国山东省公安局最近让一只名字叫做福仔的预备警犬亮相 他们这次找来这只才六个月大的科鸡犬属于小型犬 那么也因为腿比较短的关系 负责训练的远警担心他跟不上 还直接把他背在背上 听从指令完成障碍赛 这只身躯娇小的科鸡才六个月大已经是中国的预备警犬 中国山东省公安局最近在活动中 让这只名为福仔的另类警犬亮相 跟一般警犬不同科鸡犬属于小型犬 因为腿太短负责训练的远警怕他跟不上队伍 直接将他背在背上像是成了私人宠物 我看到这只犬在日常的训练中 他的这种与训导员的这种配合 他呈现出来的这种结果 他展现出来的能力真的是在一步一步的往前 训练远警表示福仔两个月大时就表现优异 利用腿短的优势 钻进狭窄的空间跟车底进行搜索 成为预备警犬实至名归 福仔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正式出任务 目前每天都要进行服从练习 爆裂物搜索跟气味追踪等训练 甚至比有些警犬的训练 他的节奏还要稳 他的呈现出来的结果 是还要让人喜出望外的 我就对他的这个信心和好奇感就越来越多 歪着头四处张望 福仔虽然不像其他警犬 全身充满杀气 但该有的警犬特质可没少 模样讨人喜爱 还没正式毕业 就已经成了当地警犬界的明星 综合报道